在我們沒有播出全體採訪的就在這個桌子上 大家都看了對方的採訪 我們遵守當初的約定 伊薩貝拉洋 她不放我們不放 我們當時的條件現場要放攝像機 對方你看多次嘗試阻擋我們的鏡頭 你看到沒有 打來打去好多次 這是對方的攝影師 對方的團隊很壞的 而且我們中間是有一段沒有路上的 現在我都懷疑這個沒路上到底是什麼技術 讓你沒路上 是有一段沒路上的 不是百分之百 很嚇人的 另外一個就 錄完以後我就把它發給了大衛和木蘭 我說你們開始準備加字幕吧 然後把中間 對方撒謊的事做好對比 咱已經開始了 就如果沒有這個對比 沒有這個錄像機 這一切就完了 還有一個 對方來要問啥問題 我根本不知道 我給對方提出說 我說你不要告訴我 你問什麼問題 隨便問 我完全沒有任何準備的 完全是自然性的反彈 我給我自己打這個40分吧 如果讓我今天再問的話 我會打得比的更好 這給你下的套 對方給你挖的坑 幾乎沒有人能跳過去 就是你打什麼都是死套 因為只要你回答這個問題了 他要的目的就是 我把這個話題提起來 這叫媒體上 這就叫挖坑 我提起來 所有人都先入為主 這你就已經上套了 但是呢 咱有咱們自己的平台 咱和人家不一樣 我能發出生氣 你想想 如果咱沒平台 我們沒有多少準備 哇啦 人家說啥就是啥 這就是所有全人類 都面臨的過去的 百年千年來的遭遇 就對方什麼說你啥 他有平台 他有工具 他有公信度 你就死定了 那比法庭宣辦還誇張 沒有人在從腦袋 把東西給拿出去 因為他再也聽不到你的對比了 這是很可怕的 你沒有錄像 你沒有對比 你沒有平台 你沒有這個勇氣 你沒有這個智慧 或者說對方抓住了你百分之一的錯誤 來幹掉你九十九 一定是這個結局 所以老百姓在媒體面前 只有死的路 媒體比法庭的力量還大 媒體宣辦人死刑 這百分之百你會玩的 結果播完以後 我們的平台 我們的戰友 全面的這個播放 用正義用良知反擊了他 這是可能人類上真的有史以來這樣反擊的 完全說實話 用這樣的形式反擊的 而且我們有平台 有戰友 更重要的 大家看到一個核心的問題 從我們播完以後 我們講的對比的事實 這幾乎是國家級的力量 對HBO 對這個伊薩貝拉洋 未來的法律訴訟 在法庭上 他所有講的話 他在法庭上 伊薩貝拉說 我送人到滕彪那兒去的 我說滕彪是亂倫彪 等等這話 我們的律師研究完 說伊薩貝拉 這一生中 他將為此付出代價 騙取採訪 在西方上 在法庭上 法官一定會判他輸的 會輸得非常慘 他和Voyce